我也好 電腦請準備 好 可以那個播放一下 我想您非常清楚幾位應該有所準備跟因應 我今天要關切的是急診室暴力創始上新高 柯P作為一個醫師的市長 過去又是這麼專業的急診室的主任 那一位柯P醫師市長防暴是成功還是破功 下一頁 下一頁 我手上這一張螢幕上秀出來的 就是現在在各大醫院的急診部 都會有這一張海報 邱局長您好像第一次看過是嗎 是的 那你要打屁股啦 因為你沒有被聯誼宣導過嗎 難怪我們的警力也會疲於奔命 這張就是我們衛生局跟所有的醫院 醫療機構在宣導的 拒絕急診室的暴力 請幫醫護人員打氣 而不是打他們出氣 這張海報非常可愛 但是一張海報有沒有用 下一頁 這裡有非常多的新聞事件 最患 最患鬧醫院 常常會言語或是肢體的對醫護人員施暴 而且最常發生在夜間 下一頁 還有幫派尋仇 都殺到 急診室來了 這個案例 光哥還好 好理家在不在台北市 一個案例在新北市 一個案例在彰化縣 大群的黑幫都衝進急診室來尋仇鬧事 下一頁 有一案類非常多 也就是家屬跟病患不耐久厚 也許因為我們的急診人力不足 也許是因為我們的醫護人員過勞 他沒有好的情緒 來好好跟這些等待的家屬做病況的說明 以至於病患家屬心聲不滿 就鬧事打罵 這非常常發生 這兩個案例 一個是 兒子為了媽媽搶病床兩槍 嚇壞了我們醫事人員 另外一個案例是 一個恰雜母 也擔心她的朋友就診 擔家骨擔無人 疑心都沒看到人 就現場大鬧急診室 這是一個常見的案例 下一頁 那還有一類就非常有名的 三年前的盧竹香明代 王貴芬掌果醫護人員 特權施暴莫此為勝 這都是常見的幾個案例下一頁 也因為剛剛的這個王貴芬掌果事件之後 中央跟地方都開始來研議跟檢討 相關的強化醫療暴力防暴的相關作為 在修法上進行了醫療法的修正 納入檢警 所以光哥這一半你的責任 警察局要在第一時間來介入 一旦有急診室的暴力 然後後續要移送檢察官來偵辦他 如果刑事犯罪成立 就比較刑法的妨礙公務或是傷害 所以醫療法也修正了 修法納入檢警 醫療法106條也修正了 強化保障醫護與罰則 也就是造成受傷的可以裁罰三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罰30萬 最重致人與死 在急診室發生死亡的死傷事件 可以到無期徒刑 這都是這三年來立法院的進步性的修法 下一頁 而中央衛福部也另一個部分頒布了一個 強化急診安全環境的五大防暴措施 包括門禁管制、警民連線 24小時保全人員的設置 要張貼反暴力的海報 還有一點就是現在各醫院很難做到 如何把急診的後診區跟診療區的作業空間 明顯而安全的區隔 總院長這是一個關鍵 我們現有的硬體 除非某一個院區要大改 要不然他沒有辦法去做明顯的區隔 Let's look point 下一頁 而在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也推出了一個自己的SOP 在宣導方面 在醫院的滋擾防治上 還有你們也用行政法 依據剛剛醫療法所授權的 你可以罰3到5萬的行政法還 3到5萬 如果發生一個案子 我發覺邱局長 我今天來公急診室暴力 你顯然好像不太了解 好像警察局的治安防護到急診室 很少介入是嗎 都不太清楚 我們完全依照警政法 依照SOP 就是一旦按了警鈴 警民連線之後 你們才過來支援嗎 第一時間 對第一時間 這就是你們的部分 但是事實上 急診室發生的這些暴力事件 第一時間 預防之前 往往警力如果能夠在前期納入的話 那有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我想大家都同意 下一頁 剛剛這麼多作為中央也修法了 中央也頒布必要的措施了 包括我們市府自己也提出SOP了 但是有沒有效 有沒有得分 有沒有到位 都沒有 我很快的把數據跟局長跟總委長報告 今年科P上任 我們打臉的科P 科P是這樣子優秀的醫師 結果他一上任台北市的急診室不是春天 急診室是寒冬 常常看看莎莎 光今年到九月第三季 就有三十三件的急診室暴力 史上新高 今年還沒過完 已經三十三件 我們來看看台大第一名 今年就發生十件 聯一的陽明院區七件第二名 但是我替我們陽院長報區 他告訴我 因為連陽明都非常勇敢的誠實通報 我不曉得是不是有其他都沒有誠實通報 我不曉得 這到今天早上我開記者會 我們的聯一的人員也告訴我說 議員這幾年上升是因為我們鼓勵通報 換言之過去都吃案了 過去都不通報 我認為這也不是我能夠接受的一個理由 因為它畢竟就是發生了 有通報就是有發生 所以今年有三十三件是史上新高 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打臉了科P下一頁 我們來看近五年的排行榜 近五年發生了一百二十八件的急診室暴力 應該說是醫院暴力 那前幾名 第一名中校院區十八件 第二名陽明院區再上榜十五件 接下來有萬方長根 台大新光馬街等等 我們的聯一 百分之三十六的台北市的急診室暴力 都發生在聯合醫院 為什麼我們聯合醫院變成危險急診室 我覺得大家臉上無光 我們在聯合醫的醫護人員這麼辛苦 為什麼他們的安全保障 他們的環境是這樣子呢 下一頁 而進一部分析 一百二十八件醫院暴力事件裡頭 當然大部分是行為跟言語暴力同時施暴 滋擾者也就是施暴者來自於七成是病患本人 不耐久後 兩成四來自於陪診的親友 而這些事件有兩成四 對不起 二十四名的醫護人員受傷 真的 急診室是醫療暴力的重災區 其實很好診斷 因為就集中在急診室 而且它就集中在夜間 我不懂這麼清楚的時段跟這麼清楚的區域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打臉科P史上新高 就發生在科P上任以後 下一頁 我不是醫師 但我試著替你們診斷 第一個問題 裁罰太少罰則過輕 百分之九點六開罰而已 一百二十八件 醫療暴力只有百分之九點六開罰 而且總院長 局長 每一罰都只最低罰三萬塊 不得怕啦 不痛不癢啦 你們有武器 你們有法源 結果你們都這麼低比例的開罰 因為你們覺得息事寧人 算了算了 當我們主事者 算了算了沒關係的這個心態 就代表我們沒有替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支持他們 下一頁 病症二 這是重點 這個是去年我們啟動的五個設有急診室的聯合院區 總院長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啟動了急診安全防暴措施的SOP的考核 大家都得分 大家都過關 因為你並沒有一個不合格的 這種分級 ranking 你沒有 大家就是扣一分扣兩分 以至於大家有評等於沒評 到現在為止 總院長你知道有哪幾個院所 他有錄影設備 但沒有錄音設備嗎 到今天為止只有仁愛還沒完成 那另外兩家呢 中興和平 對不起喔 我上頭的你們去年底的考核是中興和平中校三所沒有錄音設備 以至於在後續的偵辦的時候 沒有 有證沒有聲 沒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當初考核是這三間沒有錄音設備 現在呢 到今天為止只有仁愛還沒完成 仁愛本來是有 他現在反而沒啦 錄音的部分還沒有 沒有非常完整 到十月底會完成 我希望你們說的去年底是希望今年十月要完成 我也不了解為什麼一個採購作業要這麼的冗長 第二個仁愛院區被扣分是因為急診動線規劃不明顯 這是一個困難 還有陽明也是防暴的SOP位到位 我給您看下面幾個圖 下一頁 國外案例 總院長跟局長 該花錢就花錢 非常清楚知道急診室那一個區塊是安全防護 最容易有漏洞的地方 這是在澳洲的一個醫院 他非常清楚的是後診室跟診間是完全隔離 而且他的那個門你看到沒有 右上角那個門STARF ASS ONLY 只有醫事人員跟你的患者可以進去 這個門不是隨意進出 由內才可以有按鈕 他才可以打開 下一頁 美國的案例也是一樣 我們看得很清楚後診跟診間很清楚是完全close 他不可能自由進出 一樣那個門是一旦被送進去關起來 外面的家屬或者是閒雜人等更不可能進入 這就是一個安全的設置 下一頁 下一頁 這是美國另外一個案例更清楚 這是美國另外一個案例更清楚 這就是動線 這就是安全的防護 可是我們都沒有做到 我們只請每家聯合院區就用現有的規格 盡可能把動線區隔 可是沒有錢 沒有支持他們怎麼改呢 下一頁 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的法律後援不足 比如我們所有移送的 我們一旦啟動了醫療法的規範 啟動了移送到警察局去偵辦 移送檢察官 百分之十八 對不起十八件是和解 高達一半是後續沒有去做刑事的偵辦 因為是您人 因為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因為我們沒有給醫護人員一個法律的support 他被傷害了 有形的身體的傷害跟無形的心靈傷害 當他面對我要不要去控告 他要自己花錢請律師 他要自己請假出庭 他要自己面對很多他不熟悉的法律專業 他必須自己第一線跟這個施暴者繼續的面對面 我們沒有給他這樣子的一個法律後援 以至於醫護人員 算了 囤論來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我的要求 現有的SOP不是沒有 但是不夠好 我剛剛說的急診室的動線 就是要改 優化跟精進防暴SOP 第二個 你已經有的武器 就要使用從嚴來裁罰 才能有效來嚇阻 不要每一案都罰三萬 第三個 跨局處合作 警察局光哥有你的事了 我要替衛生局講話 我要替聯誼講話 每一個院區晚上都只有 只有 只有什麼 只有抱權 在那裡 如果我們能夠納入警力 不是只設巡流箱一個小時來一次 我們是不是能夠 只有五個院區 有急診部 我現在沒有要求你 新光台大馬街這些大型的私人 或是公立的中央的國立醫療院所 我沒有要求台北市警局要負責 可是就 我們局處的支援嘛 市警局來保護我們五個聯合醫院的 急診室的安全 尤其在夜間 它是重要會發生的時段 這有什麼困難 所以 警力協助 你們跨局處來協調 不要讓保全 保全也許有一些安全的訓練 可是 我來說 他們沒有那個槍械啦 也不好啦 第四項 提供必要的醫護法律的後援 必要的話 邊預算 衛生局 聯醫 有一定的預算來協助 不幸發生 需要有後續的法律控訴的時候 訴訟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有好的律師團隊 我們有預算來協助這些醫護人員 勇敢的去提告 才能夠惡阻 這是政府的責任 給您時間回應好嗎 謝謝議員對醫護人員的一個關心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那一二四的部分 我們絕對是遵照辦理 那三的部分呢 拜託警察局多多協助 都遵照辦理 警察局願意嗎 你提拨一定的人力 五個院區 你可能要多少人 一個晚上輪班 好不好 一個晚上 同時間有兩個員警在現場 有可能嗎 五議員 我們會配合衛生局 我們會慎重的研究辦理 總院長 我今天是替你講話 我今天是替你講話 謝謝 他已經要跳票 他已經要跳票了 就不要再打臉市長了 對政下要說到做到 我剛剛替我們所有醫護人員 爭取的這些部分 你們多久跨局處的協調 跨局處的討論 擴大跟各個院區 他們的需求開出來 我們衛生局 支持他們 可以嗎 兩個月 剛好是科批 幾乎要 跳票的時間 兩個月內 給我一個完整的改善報告 軟體 硬體 人力 物力 精進版的SOP 還有法律的後援 可以嗎 軟體的部分是一定沒問題的 硬體的部分牽涉到一些經費的問題 我們會努力克服 那二倍金很多嘛 科批明年15億的二倍金 就要花在島口上 我相信科批作為一個醫師的市長 他一定同意 該花就花 那這份請議員多多幫忙 我一定支持 如果花在這一筆 那你們要提出需求 勇敢的向市府要求 謝謝 人力 物力 預算 跟跨局處的支援 兩個月內提報告 好 兩個月內給我一個完整報告 謝謝 時間暫停 好 局長還是留意